策展情境 跟策展情境裡面的代客之道 策展情境跟策展情境裡面的代客之道 它一直算是我在研究跟時間上面的一個方向 那這次的這個展區 它有它的特殊性 因為它曾經是家屋 現在它是一個藝術空間 那它本身的這個很特殊的空間歷史 是我特別感興趣的地方 就這個名字家屋師 它其實就是一個諧音嘛 如果我們打開去看的話 這次的展覽是把家跟物跟室 三個點拉出來討論 那物是置換為物件的物 所以它一方面是從家庭、家屋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從物件 或者是事件或者是事物 這樣子去衍生出一個展覽的情境 那另外一方面它其實也是去討論著 策展情境裡面的代客之道 藝術在線的問題 以及這個地區的空間歷史 那它一方面處理的是 這個展區曾經有過的歷史 跟它的家務史 另外一方面它其實也是在處理 關於視覺藝術的、關於策展實踐的 它自己的一些家務史 因為這個展區比較特殊 它是一棟一棟獨棟的一個建築的模式 所以當初在選擇的時候就有去思考說 什麼樣子的藝術家 他在這邊他可能可以有更特殊的發揮 那另外一方面也會是有在思考說 藝術家依照他們之前的作品的脈絡 在這樣子的一個特殊的展覽環境裡面 他們可以有什麼樣的對話 這個展覽有一個建議參觀的動線 會希望觀眾從大廳、服務台進入 到我們現在這個位置是客展廳 它就是像一個客廳的概念 然後再走到藝術家們各自獨棟的展出 就像是藝術家的房間 就整個展場設計是去想像一個家的 或者是一個建築的一個身體 行走在其中的這樣的情境 因為客展廳有四件 這邊有張藝術博物館的點藏品 其實是會希望觀眾用另外一種方式去閱讀 有張藝術博物館的點藏品 它是一個換位 那也希望博物館跟觀眾之間的距離 可以不要永遠都是這麼的遙遠 因為那個筆記本裡頭 周庭給了我們非常多的資料 然後我們可以去辨識出來 其實福州這一個地方 當初是很容易淹水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泥沙淤積 然後住戶不斷地搬禮 這個作品就是在回應 福州這個地方本身的 泥沙淤積的過往的歷史 然後也用這些淘土製成的小垃圾來說 很多家庭的搬入跟搬出 我反而在我是一間小房子的時候 想要去講那間房子的事 不知道為什麼一踏進去 我就覺得房子一定有他自己想說的故事 所以我就邀請了一個聲音演員 然後做了拔聲道的聲音的配置 然後去表演這個房子 就是他在各種情境之下的一些心情一些狀況 這一次因為那個交換日記 所以讓我去學著怎麼去運用這一些資訊 從部長開始一直到開幕 我才漸漸地把周庭那些文字內容跟我的作品 銜接成一個很緊密的關聯 因為他旁邊的居落 其實還有居民在這邊住 我的整個氛圍就很不一樣 因為比方說這邊部長 你到7點 8點一定要停職 因為旁邊的居民 可能8點中9點就要睡覺 其實他不太像是限制 他比較像是一種條件 我需要配合這個條件 不只是說我要配合那個老房子 還要配合旁邊的居民的生活 自然我就會覺得 有一種經驗是以前沒有的 所以我想OK啊我也是一部分 而且我是零職 他們是一直住來自別人 我們現在不管要做一個居家空間的佈置 或是設計 或真的是展場設計等等 我們常常都會運用到一個3D繪圖軟體 那個3D繪圖軟體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數位經驗 裡面有些東西其實 會對應到我們生活的空間 然後或者是物理的空間等等之類的 那時候覺得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我在一個展場裡面 把這個數位空間給實體化 也許就是讓觀眾進去那個空間的時候 先意識到說這邊要作為一個規劃 每次跟軸體合作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他又丟出了很多像材料的東西到你眼前 會讓你再回看一下 你自己所提出來的計畫或者是作品啊 是不是要做一些調整或回應 他的這個整個展覽媒體 《家務室》裡面它其中一個很大的部分 是在討論說一件作品或是一個策展 當它被公共化的時候 它如何去接待它的觀眾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其實它 它不只是在空間情境上 其實在每一種當代藝術或是視覺藝術作品 其實它都會有這種質地 就是說你怎麼去吸住你觀眾要看什麼東西 然後我覺得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下面 再去推的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餵食你的觀眾 周婷在跟我們聯繫的時候 或在跟我們經驗整個策展的過程 它都是一個非常緊密而且密切的關係 比如說它有一個像是日記的 這樣子的形式的周邊 然後好像在還沒開始製作作品 或者是還沒開始創作之前 就有非常多不一樣的連結 甚至是一直到了展覽現場 我們在布展的時候 因為有張博物館過去它就是一個像家一樣的空間 我們藝術家個人或者是跟其他藝術家 我們好像也置入了一個有點特殊的情境 那個情境它好像既不是家既不是展場 它也不是一般的展覽空間 比如說穿越在這些小巷子 進入到別的展場空間很像在串門子 這樣子的經驗其實也很有趣 我們其實一開始在討論的過程中 其實也把原本作品裡面有的一些物件 其實是抽掉了 有點像是說遺留下的這些 它反而更能夠去扣合家務 是這三個命題裡面 可能可以觸及到一些想要對話的議題 所以就比方說我們後來裡面剩下的所謂的電話 它其實好像是可以一個把你的訊息傳送出去 或是傳送回來的一個交界的物件 當它其實已經不再有人在那個空間裡面的時候 這個電話它其實又變成了一種遺物的感覺 但是它又可以去連結到某一些可能的事情 不管是想像啊還是說我們去錄到的一些聲音 然後重新在這個空間裡面被部署這樣 我們去到那個房子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它有一棵椰子樹 然後其實林裡會坐在那個房子的前面那邊乘涼聊天這樣子 所以就在想說那一般殘老我們是把東西置入進去 這一次好像可以用一種反過來的一種手法 怎麼讓裡面的空間抽空 這個抽空本身又可以讓一些遠方的記憶 或者是這些夢境相關的一些事情 它在裡面產生 其實我覺得這次是真的有當藝術博物館協助了非常多的地方 因為主要第一件事情是我們的部展期有整整一個月 那這一個月的時間其實給予我們很多緩衝的空間 那藝術家也有點變成像他們的創作很像是有點半注春實的 在這個環境裡面去做 我覺得我這一檔展覽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是我跟很多人合作 我認為是讓這檔展覽它看起來更沒有距離的一個原因 平面設計就是跟楊世慶合作 然後還有在這個展間我是跟紅世慧 就是空間設計上面的合作 因為典藏品像這次跟陳彥霖也花了蠻多時間討論的 所以我們在討論上面其實也還蠻愉快 然後也可以一起來思考說 其實這些蠻特殊 然後一直沒有被看見的典藏品 它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被放在一個策展的脈絡裡面去討論 然後還有跟藝術家其實我們在前期就開始 針對福州地區的這些內容 就是去進行一個交換筆記的動作 就這些合作的經驗 是我覺得這展覽還蠻特殊的 也是我個人很喜歡的部分 在爭選的時候就已經同時確定自己會有經費跟展場 是以很大的幫助 其實像是跟國議會的協調或者是討論上面 也都會覺得那個關係是可以討論的 就是所有事情都是可以被延續被討論被思考的 下一步要怎麼做 從這次的展覽整個空間幾乎就是一件作品 我們需要在空間裡面穿梭 然後慢慢整個身體去感受 其實不是一段文字 那麼容易有一個附線的解釋說明 它其實需要更多 有關於策展人 他跟藝術家的溝通 然後作品怎麼樣去適合的展現 這個聚集地在空間的營運方面 其實在兩三年後 它會是有一個很棒的博物館 會有聚落區 其實它還會有產業結合的生態園區 所以它跟一般美術館會不太一樣 那它也是因為有這樣子的一種歷史 有這樣空間的一種居住狀態 然後轉變成後來的現在一種藝術藝文的 這樣子的一種聚集環境 那所以它特別想要從一個歷史資料裡面 來做一種形式上面的一個建構 那我覺得非常的好 因為基本上它已經去思考到場所的特性 那怎麼樣子把場所的特性 也變成它策展的材料 其實我們不是只是做一種發想的策展 我們不是只是在創造策展 其實藝術它是有一種脈絡層次在堆疊的 而這次的東西是在創造策展 在創造策展